代表全球员工向罹难家属致歉 美国航空巨波波音公司 飞安事故层出不穷 执行长18号出席华府听证会 遭参议员群起踏伐 2018-19年两度坠机 夺走346人宝贵生命 今年1月又有舱门在飞行途中爆炸喷飞 整架扳机空着一个大洞惊险迫降 另外飞飞引擎着火或起飞时 轮胎从高空脱落砸毁停在地上的车辆 各种夸张情况层出不穷 再再凸显波音频管漏洞 参院举证 20几名波音员工化身吹哨者透露公司高层 明知关键零件有瑕疵不符合规定 却为了利润照常交货 并在事后刻意删除证据 打压市警员工 然而面对各种出包 波音执行长不仅没有任何刑事责任 还能坐领3280万美元年薪 直到年底借零退休 明知新闻周日期综合报道 有没有任何刑事责任 对着 年轻人